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不愿意坐我身边了 后面宽敞 再宽敞就得比你们家的床大 对了 你们家床不错啊 我小时候睡的就是这种地方 我最喜欢把床头的同情拔成 往栏杆的空管里塞起来 哇 那个里边全都是丢灰的 怎么办 我是在想啊 厅长要是查出来 那个换情报的人 还不得活剥了他呀 这个 不好说啊 但如果 光科长不为这个人美言几句 那这个人 肯定得感激光科长一辈子 对别人可以 对这个人 我只会雪上加霜 我只会雪上加霜 请 厅长 我仔细地检查了许从良的家 没有发现胶卷 但也不是一点好消息都没有 刚才在车上 徐警官跟我说 他有把握把这个案子查个签 而且是三天之内 我说的没错吧 徐警官 没错 厅长 您给我三天时间 我一定给您个答复 好 好 我让官科长全力配合您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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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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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大 好 都 好了 怎么了 他苏联情报也没见你难成这样 唉 这事 这事啊 我得回家好好琢磨琢磨 这也不是一时半分钟 想出来办法的 关小姐 这时间也不早了 你也回家早点休息 好 不过今天晚上 你可能会吵闹一些 啊 因为我已经拍了人 在你们家陪你 你什么意思 你心里怎么想 我清楚得很 你不就是想把那个烫手的山羽 转移走吗 停车 我家里确实有一份焦卷 但我真不知道是谁放我们家的 我也不敢去洗 我也害怕真的是那份情报啊 而且你也不敢告诉厅长 因为没人会信你 那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记得有个人说过 如果我能替他美颜姐军呢 他会感激我一辈子 如果我替他守口如瓶 会是什么代价呢 去我家 是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这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事没完呢 那你还想怎么样啊 我想要个说法 走吧 徐警官 有什么话不能在我们家属里到这儿来 饿了 赶紧的 来了 来了 谁呀这是 二位长官 这白天不是吃过了吗 你一天只吃一顿饭的 明白 里面请 你不饿啊 赶紧吃饱了好聊正事 你还是先说吧 你不说我这心里媒体哪有心思吃啊 几天前 你把杀死三田高夫的帽子扣我头上 这事你记得吧 怎么了 你得把这话咽回去 还得让金三浦和白菜叶他们相信我 你能把我洗干净 你能把我洗干净 这点我十分确定 只要你给我一个说法 胶卷的事我会替你隐瞒到底 至于刚才你在厅长面前立下了军令状 我也会替你美言几句 不过明天早上 如果我得不到我要的答案 那你死定了 老板 来了 二位还要点什么 我走了以后 把包尖的门给我锁上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打开 可是这儿还有 没什么可是的 不听我的 让你的饭馆在哈尔滨 永远开不下去 对不住您了 你还不住 我尿尿也尿这屋里啊 官科长 小心台阶 官科长 您慢走啊 回去吧 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怎么不上楼睡去呀 等一会儿吧 你先去睡吧 那事你跟冷晨说了吗 什么事 是 搓合海丹和冷晨的事啊 你也是要赏心 别整天就只要抓共产党抓共产党 瞧我这记性 海丹和冷晨还真是天生一段啊 是啊 冷晨来了 我在书房等着他 老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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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许从良被关小姐留在了一个叫做金圣园的酒楼里 不知道要干什么 关小姐已经回去了 我在酒楼附近已经安排了人手 有情况会随时通知我 那娇角呢 还在老地方 许从良有什么反应 惊慌是错 到现在他还认为娇角真的被调包了 而自己是最大的嫌疑对象 却不知道老师您真正要考验的 是关小姐 关海丹肯定发现了许从良藏有情报 他却没有揭发 为什么 也许另有原因 至少关小姐没有拿那个娇角 是啊 如果她偷拿了那份情报 那她的身份就不言而喻了 甚至我们可以肯定 关海丹就是剃刀 严密件是关海丹的一举一动 如果发现她偷那份情报 立刻秘密逮捕 是 但我看关小姐不像是共同 你是不是喜欢关小姐 如果她不是共同的话 我也何尝不是这种感觉呢 凯丹是我的干女儿 她和你是我的左膀右臂 你们两个人是我最信任的人 但是你不觉得许从良 对三天被杀的分意 这些关系还有道理吗 冷缠 既然你要喜欢她 就必须把她甄别到底 你也不想让一个共产党 睡在你身边吧 是 老师我明白 我现在就去亲自遁守 对了 那个刘一山 老师您忘了 我的枪法始终是搬离她前三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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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源 发现冷晨 有什么可疑的举动了吗 继续监视 重点 vor 调查冷晨和那个内奸 有没有牵连 好 好 来 快过来了 过来个好 来 许大哥 这得喝一个 许大哥 许大哥 哥 你慢点 你别说 你听我说 赶快给我找人 找钱 找车 明白了吗 不是我亲哥 我问你 你又咋的了 你就在我这儿待着被跑啥呀 我咋要说要跑啊 那你又要车又要人哪 又要钱 我大半夜来你们木帮干啥 我知道你干啥 大半夜的我还想问你呢 干啥呀 伐木 伐木 找人快点啊 我去 这一天一出出的真是 这一天一出出的真是 我去跑 我去跑 去跑 你拿去 你把它交换 我去走 我去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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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好 知道了 但是我还是想按照我那个计划进行 我会小心的 好 那今天晚上我在家里等你 再见 快点 让一下 关海丹又出去了 听见了 我随后就到了 是 我会跟进他的 打给关海丹的那个电话查出来了吗 那个电话是空号 空号 什么意思 从技术角度来分析 这个电话是通过交换机 转换到一个预设的电话线路上 然后转接到关科长的电话上 以我们的设备查不出对方的号码 所以只是显示是空号 比我们的设备都好 那这个电话号码 有可能是黄剑打过的那个吗 不可能 黄剑所打的电话 在电话总局没有登记过 它只是一个私自接入的非法线路 和这个比只是小儿科 黄剑打的那个电话查得怎么样了 那个号码只有经过多次监听 才能确定方位 但是那个号码已经没有再使用过了 看来共挡 已经把那个电话给废弃了 好 走 走 走 昨天晚上没周对你们了 没有没有 一点动静都没有 估计这会儿啊 他已经睡着了 我这就给您开门了 走走 去 小姐 吃什么呀 给我吃 好嘞 不辞都不辞 发什么急急啊 大了伤身 回头你再记住俩包来那都难看 许同梁 你挺能耐啊 跳窗逃跑 跳窗是不是 但我没逃跑 如果我逃跑 我现在应该在天津吃早餐 想好怎么还我清白了吗 我这儿啊 全是主意和定义 即便是真正的共产党 我也能给您洗干干净净 好啊 那我听听 你打算怎么个做法 我不傻 官科长 我给您洗清白喽 您再一脚给我踢坑里 我找谁说理解 你啊 你现在金庭长的 把我这个军令状给撕毁了 再把那娇娇从我们家给移走 这样我才能帮你 你是在跟我讨价还价是吗 那你那算盘打错了 我告诉你许从良 这笔买卖想做就按我的规矩来 否则免谈 你别说走就走啊 咱有话好好说嘛 该说的我都说了 该是你还我清白的时候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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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Mo 你该去干你的正事了吧 那干什么 我有我的事要干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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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这官科长有点仗势欺人 他怎么欺负你了 别的咱就不说了 就说昨天晚上 他昨天晚上把我拉到一个 叫什么金圣园的酒楼 我以为他发好心要请我吃饭 结果你才怎么的 他把我关在酒楼的包间里 关了一晚上 让我做梦案情 他跑回家睡大觉了 您说 这不是欺负人这是什么 你这有点强词多理吧 难道你让一个 花枝招展的大姑娘 想跟你在酒楼里待一个晚上吗 那好事我当然不敢想了 我就是担心他令我所图 令我所图 什么意思 我就是随口一说你 没什么意思 你这叫随口一说吗 恐怕是无意图真言吧 有什么发现或是想法 有什么发现或是想法 痛快地说出来 三田高夫被杀的现场 有很多证据表明 这个凶手是个女人 而且 我怎么瞅着关科长都有嫌疑呢 您说 如果我跟他一起办案 那不就等于 背后随时准备挨上一枪吗 您说 这能不害怕吗 你就那么肯定 现场的高跟嫌疑很明显 如果这个凶手不是女人的话 那只有一个解释 就是有人故意留下了高跟鞋的痕迹 让我们以为凶手是个女人 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 当然 这只是个猜测 没有证据证明 厅长 不如 我们再去现场勘查一番 这个案子不破 毕竟是心头之患啊 厅长 我站的这个位置 就是三田高夫尸体所在的位置 高跟嫌疑呢 是在这个区域发现的 也就是说 凶手是站在那儿 开了枪 你笑我什么呀 厅长 冯良啊 我是笑你聪明反备聪明误啊 如果凶手是站在这里 太阳光会把他眼睛刺得 争不开了 在弹劾开枪基地三田高峰 所以 凶手肯定不是站在这里开的枪 既然不是 那么现场的高跟血印 就太值得玩味了 你有句话说对吧 是有人故意 在现场留下了高跟鞋的痕迹 让我们以为凶手是女人 实际上 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 那这么说 那这么说 关科长没血呢 所以啊 别胡思乱想啊 就算他仗势欺人 你也要跟他一起 办好这个案子 我想说 我们先试试 我们先试试 好 来 来 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材料 官小姐 白科长什么意思 抓共党 官小姐这不是明知故问 偷偷地拿了那个胶卷 再跑到这里来藏你 这不是共党的行计 是什么 白科长要觉得 我对这个胶卷感兴趣 那你就错了 胶卷就在抽屉里 你可以随后走去跟听众邀功 这足以证明我的亲爱 官小姐真会说笑 在这种情况下把胶卷交给你 这也算是情乱 官小姐可以好好想一看 审讯室的皮鞭 还有老虎灯 可不懂得莲香西域 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还谈什么点香西域 或许我们可以找个地方 好好聊一聊 看谁该吃苦头 我让你办的事呢 我昨天晚上派人把案发现场的一棵树给扛了 没有那棵树的遮挡 阳光会直射进来 咱们聪明绝顶的金厅长往那一站 就知道凶手不可能在那里开枪 因为会被刺眼的阳光刺得睁不开眼睛 也就是说 你被金厅长从嫌疑人的名单里给剔除了 干得不错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胶卷呢 胶卷我处理掉了 你不用操心了 你没看错我 我倒看错你了 怎么 我帮你解决了难题 你对我害我心疼的吗 我他娘子太慢了 你先是把我心心空空攒的钱给敲诈掉 然后又让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你想主意 用完了我就把胶卷拿走了 在我看来你根本就不想办 你的木头就是那个胶卷 对吗 对吗 是心疼自己那点脑子和钱了吧 许从良我告诉你 你要庆幸我没有要你的命 要我的命 你还是想想怎么保住自己的命吧 光可怜 你敢不敢现在拿着胶卷跟我去见厅长 不敢吧 鬼才知道你把胶卷藏在了什么地方 说不定已经转移到共产党手里了 这么点小事让厅长大动干活 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你不告诉厅长 厅长怎么会知道 也是啊 但是我这个人呢 嘴不好 容易无数霸道 那怎么才能管住你的嘴呢 要是别人呢 我肯定就明码实价了 但是换做官科长 这样的家人 谈钱就俗了 咱俩不如谈点风花雪月的事 私藏情报肯定不是小事情 如果传到厅长那儿 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后果 房子 钞票 应该都暴打不了 不如今天晚上 我们就去官科长的闺房 好好商量商量 还以为许科长要狮子大开口呢 还以为许科长要狮子大开口呢 没想到就这么简单 好说 今天晚上我在家里摆了鸿门宴 你要有胆就放马过来吧 通过来 мы可能就去看看 我们可以做紫帽子 我们先试不想切点 我们要做到温暖的 带来路 如果找人师傅 可以做紫帽子 颜色 楼子 白科长 让许葱凉进来吧 谢谢白科长 你的花真好看 许警官 我们家没丢一花瓶了 你来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 你们俩别干站着 那边不是有沙发吗 官小姐 你邀请的究竟是谁呀 那肯定是我呀 这儿有两个座位 没让你坐 那准是给我留的呀 官小姐 你这个玩笑可开大了 你如果不解释清楚 我立马就走 至于我去哪儿去干什么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不就是胶卷的事吗 你不用拿话敲打我 稍等片刻 我一会儿就给你解释清楚 还有你 屁股怎么那么沉 那位子不是给你留的 来了 你怎么才来啊 来 海淡 送给你 谢谢 好漂亮 谢谢 宋泽将军 他们俩 他们是我警察厅的同事 找我有事来谈的 对吗 哦 你看 你把他们吓着了 他们还以为我们家是你办公室呢 海淡以前在日本的时候 跟我的弟弟同在东京警示厅任职 情义深厚 要不是歼二一年早逝 宋泽君 就别提往事了 省得一会儿有伤心 对 不提这件事情了 海淡 你们是不是有事情要谈呢 是啊 这个 关校长 今天开会的时候 你把枪落回事了 太感谢了 那没有别的事了吗 没了 没了 徐警官 差点把你给忘了 你找我什么事啊 我这不就想请您 在宋泽将军面前 帮我每年几句吗 我也没什么能力 就只会办案 还想在警察厅 谋个一官办职 这样才能更好地 为大日本帝国和满洲国效力啊 宋泽君 这个忙我帮还是不帮啊 想升职是好事 但也要做出一番事业才行啊 共产党 地下党的头目 叫做剃刀 如果你把他切割了 他的位置 你来坐 是